贴片 贴片是以保湿效果為主 大部分的貼片型面膜都是這樣的 但是塗抹式它的變化就比較多 有的塗抹式它也是保濕 所以跟貼片的效果是差不多 再來但有的塗抹式它可能會有一些清潔效果 比如說它上面有一些高齡圖或火山泥等等 這個有時候在油脂吸附上功能比較強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些清潔的效果 再來的話就是有些面膜 它會建議敷到乾掉再撕下來 這時候它就會清除一些老廢角質粉刺的功能 那所以在塗抹式面膜上使用的種類就比較多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在選擇的時候還是要看自己的皮膚的狀況 如果你皮膚比較油 那或許你可以使用一些有清潔力的面膜 它可以去除一些油脂 可是如果皮膚已經很乾燥 你在使用這樣的產品的時候容易紅氧發炎 如果你皮膚已經比較乾燥的話 盡量還是選擇保濕型為主 如果皮膚是比較容易出油啊 老廢角質較多的 那偶爾使用一些清潔型的面膜 我想是可以接受的 而是可以接受到更多面膜的去我的